救护车执行期间意外遭到公车撞击 在早上七点多一辆救护车在行经国联二路的时候 在路口被一辆太鲁阁客运给撞上 撞击力道非常猛烈 救护车挨路撞到骑义楼里 撞倒了好多机车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受伤 而肇事的公车驾驶没有礼让救护车 除了面临最高3600元的罚还之外 他的驾照恐怕也会遭到吊销 公车绿灯执行直直往前开 没想到这时路口出现一辆执行中的救护车 虽然当下有鸣笛市井 但两胎车依旧撞成一团 强大的撞击力道不止零件瞬间喷飞 救护车更因为杀不住往七楼撞去 一辆机车被撞倒 肇事公车挡风玻璃也碎成蜘蛛网撞 救护车左侧车门凹陷 两大块车窗还整片剥落 没有看到车上乘客 我都没有看到哪里 他可能要去哪里来 他不是来作风盖人的 这起客运撞救护车事故就发生在花莲 十四号早上七点二十三分 当时救护车正在执行 在行经国连二路以及国连三路路口时 却意外被绿灯执行的太鲁阁客运给撞上 有绿灯啊 根本是红灯啊 就是已经明底了 警察双方军武酒驾有合格驾照 救护车有开启几次灯及明底 造势原因人带离青 昨天这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公车上的乘客也已经由其他车辆借驳离开 花莲市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的路车设备的设置的密度 还明显的不够 这个后续我们可能要再加强 虽说设备不足 不过公车司机听到鸣笛声 却为离让救护车的行为 驾驶恐怕会吃上最高3600元的罚环 就连驾驶执照也会被吊销 这陈基叶 花莲报道 对护车 detection 出车型 indicator